欢迎收看湾区资讯 我是高航 我们一起来关心近期的湾区社区活动 加拿大华裔青年创办协助生长人士的蓝丝带基金会 日前落地美国湾区 为青年人开辟帮助残疾儿童的渠道 蓝丝带基金会创会于2007年 由当时年仅14岁的 加拿大华侨王亲David Wang所成立 蓝丝带基金会的创立宗旨 除了帮助身心障碍儿童 也培养青年领袖回馈社区的能力 现在的蓝丝带基金会横跨美中与亚洲 拥有会员超过1000名 在温哥华加拿大成立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想把残疾孩子跟正常孩子放一起 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在生活 那我们发现就是这些残疾孩子跟正常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会快乐 那么越快了他们学习的越快 发展的越快 来到美国在美国启动 就想把我们的爱带到美国 那我们的爱已经带到了中国 法国 日本和迪拜 然后这些国家的残疾孩子 我们跟当地的残疾学校一起 共同一起创作我们的Program 新的Program 那目的来到美国 硅谷 旧金山和加州 华盛顿 就想把我们的Program带到这边来 慢慢地发展这些这儿的残疾儿童 在启动仪式上 王清和他的母亲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副会长庞燕到场 分别向湾区的社团代表 介绍了蓝丝带基金会 创办以来的新路旅程 王清表示 蓝丝带基金会的双重使命就是 提供优质的社区学习计划 帮助残障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为参与基金会的年轻人 提供技能和资源 在为社区奉献爱心的同时历练自己 其最终目标就是鼓励残障儿童 和正常儿童之间建立友谊 推动互助创造充满爱的社区 当晚主办方宣布了 美国第一个蓝丝带基金会 骨干团队成员 由七位理事和多位青少年学生组成 欧阳飞鹏担任理事长 旧金山侨领方李邦琴 中领馆张林组长 以及湾区洛杉矶 纽约等地的社团侨领代表 为蓝丝带基金会 落地美国剪彩 并合影留念 这次蓝丝带基金会在美国成立 符合美国的非牟利公益组织的要求 可以在美国继续发展其业务 和社区推动工作 继续提供多项创意治疗方案 其中包括创意教育 艺术治疗计划 音乐建筑桥梁治疗计划等等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ma ey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